雅明山 国家公园 雅明山 具有非常丰富的植物生态 是许多小动物们的家 如果你常来这儿走走 你会有机会在布道上遇见他们 听 这个乖 在布道上听见这样的声音 你知道那是谁的歌声吗 竹鸡 圆胖胖的体型 体色与森林底层环境很像哦 常常三两只在布道与森林的交接处 悠闲地找食物 但看到人就赶快睡不躲起来 或飞窜离开 要是有机会遇见 请记得安安静静观察哦 每年5月到7月之间 在较开阔的布道旁 生开的折兰花 会侵许多青斑蝶和紫斑蝶 数量多时可高达10万只以上 尤其在大屯山吃到的数量最多 最容易观察咯 你可以试着跟蝴蝶做朋友 慢下脚步 欣赏蝴蝶飞舞的舞姿 还有它西密石的专注哦 黄口蝶蝶是雅明山常见的蜥蝴 特征就是口腔怪圆 其舌头为黄色 我们时常可以在布道旁的树丛上发现它 身体的颜色会随着环境而变化 产生保护作用 当它发现有其他动物靠近 而感到有危险时 为张大嘴巴 不断地做出向伏地挺身的动作来示威 有时一动也不动地装食 实在是有趣 国家公园像个大家庭 各种动植物在这里相互依存 当您进入国家公园时 请尊重它们的生活 别干扰它们 静静地观察 你一定可以发现 动物生存的生命智慧哦